好,那我们现在我想再继续回来跟各位分享 数位行销素材制作 然后在这样一个就是说软体底下 我们如何达到一个又要做出来这个图卡 然后又要兼顾到行销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图卡的制作 几个重要事情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例如说我们现在就举一个很简单的范例 就是说假设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贴图 用这一套软体FotoCap来去做 那因为里面也会有需要放置的文字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来去载入一张图卡 所以我们接下来请你跟着我一起做一下 我们现在先做一个就是说小小张的贴图 贴图的英文是Stamp 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样透过FotoCap来去做 然后我顺便要告诉你那个文字 例如说我现在就做一个早安问候贴图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我当然就选档案底下载入一张 但事实上我们在这边点选这个展入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通常我们在放置一个影像 例如说我只是为了要去做一个早安这样子的贴图 这个主题的一个贴图 所以呢我会去找一个 例如说在这里面 你就会去找一个底图 好 例如说我们去找一个带有带有就是那个贴图的一个适合性 例如说好了 我们现在放这个这个茶具 或者是放植物 你觉得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适合 如果我要做早安贴图的话 那在这边我们的图 底图 你是不是要去思考哪一个底图是比较适合的 觉得来说我们来去看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茶具 还有有花 那有不同的花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适合 当然在这个地方我就会认为说 假设我们今天放这样子一个花会比较适合 所以 所以因为它有代表说一个生命力 生命力 早安的问候 好 然后点选OK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影像 把这个影像叫进来了 好 那叫进来之后呢 叫进来 你看这个影像我们可能适当的要去做一些裁切 裁切 举例来说好了 你觉得像这样子的影像 我们是不是都想要把它拿掉 好 那通常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先来去讲一下 那个色彩好了 因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的概念 而且我们先不要讲太多 我们就先讲影像底下的一个 色相饱和度 当我们今天要去针对这个影像 来去做强调凸显 因为网络的解析度不是那么漂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希望 可以把那个色彩饱和度增加 然后也就是鲜艳的色彩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到的是影像底下的 色相饱和度 所以请点选影像底下的 色相饱和度 然后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饱和度 那你一定会想说 那什么叫做色相 好 例如说假设我转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影像会变成它 你应该会想要知道这件事 例如说假设我本来 我本来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色相为零 它的意思是红层黄绿蓝电子 是一个色相分布 例如说假设当我今天红色 我想要偏 偏什么 绿色 我就往右边 往右边调整 往右边调整 有看到吗 然后红层黄绿蓝 然后到最右边它是不是就变成蓝 那你因为说 那在更右边呢 它叫就是比较偏蓝电色了 好 然后接下来 那如果说这个色相往左边跑呢 是不是变更红色去了 偏红色 因为我们的色相就是红层黄绿蓝电子 然后再往左边跑 是不是跑到有点像那个跑到绕一圈 绕到那个紫色去了 红层黄绿蓝电子 可以理解吗 再往左就越来越紫 然后再到最左边又偏蓝色了 它等于说绕了一圈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把那个色彩 红层黄绿蓝电子来去看 但是我们色相 色相你要是没有办法来去做比较好的一个评估 请问一下你觉得 你觉得假设我把它偏紫色 我把就是后面那些颜色全部都改成偏紫色 好的一个色相调整 你有没有发现本来它是红色的 现在变成蓝色 本来它是黄色的 现在偏紫色的 因为等于是说我把整个色相去做挪移 好 那所以建议你这等于说改变别人 比如说黄色香蕉 你要做出蓝色的香蕉 那你就可以用色相的调整 很容易就做到这件事了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样是不是会让别人感觉 你在创造一个新的物种 好 那这边是不是有看到饱和度 重点是这个饱和度 饱和度 如果我增加饱和度 你看一下 我增加30的饱和度 那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不是偏紫色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紫就会偏更紫 饱和度我再调大一点 让我们去看 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这是一个橙色 棕色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它就变成比较明亮的那个棕色 而且给你感觉 这个是旧的 这个是旧的 这个是新的 有感觉吗 所以请问你喜欢让别人看到旧的 还是新的 新的 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在做影像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影像的饱和度调生 其实我觉得增加30应该就很不错了 增加30 因为你要是增加太多 其实有点适得其法 好 那可是我觉得增加30 你会看到说 这至少会感觉这是一个新的 比原本的影像更新 好 好 接下来还有明度 请问明度 明度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增加明度 它是不是就变成一直增增加那个光明度 一直增加亮度 它有没有变比较亮 有吗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把明度下降 就是本来它那个光 本来的自然光 然后我现在把它下降 那是不是就变成影像偏暗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今天看到那个相片 不是太清晰的相片 不是太 就是例如说斑碗的相片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增加它的明度 好 好 再来最后什么叫相色 相色 相色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边是不是红 这边是红 就是整个相色 如果说我们以一整条来去看 这边是红 橙 黄 绿 大概绿是到中间 蓝 点 紫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这样子一个呈现 它呈现出来的是 例如说以色相来说 这边大概是绿 我刚刚说红 因为色相才有颜色 红 橙 黄 绿 绿在这边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偏蓝色 有看到 我整个把色相拉到这个地方 当你勾上色 你就要去看这个色相 那你觉不觉得 这个蓝色不好看 我想要偏更蓝一点 记得饱和度 饱和度 好 这就是在做复古照片 复古照片 例如说好了 复古照片 这些都是黄色 所以我就可以把颜色 红 橙 黄 黄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 饱和度就不用这么高了 不用这么高 复古 有没有感觉 这这样子的内容 如果说是人 它就是有那个 就是苍茫茫 就是那个 淡黄色 古铜色 那样子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相色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建议 如果你只是为了影像要好看 只动一件事 叫做饱和度 请把饱和度上升 例如说提高到30%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影像的颜色 至少给你感觉 它是比较新的颜色 这个颜色好像感觉 这个物件摆了一段 很长的时间 有点不是这么清新 的颜色 好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一定要记住 饱和色 上升 的概念 可以吗 所以 不想求你记很多 但是 但是我现在要请你 把那个影像变得 就是稍微漂亮一点 稍微 那个 新一点 好 我想 介绍这个 明度 介绍这个饱和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了 那我现在 我现在 我要 请你们 请你们 自己来练习一下 现在这个是明度的调整 所以我先把 档案 先 领存 领存 所以我就叫 这个花 然后 代许什么呢 这边 档案 名称 我就取名叫做 饱和度 点选 OK 可以吗 好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小小测验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或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呢 我们可不可以再去再入一张影像 再入一张影像哦 然后我们换 我们换 好 例如说台北县政府 我们到这个picture底下台北县政府 我们现在哦 我希望你 你把这个影像调整 让它变得更 就是说那个 呃 明亮 然后色彩更新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调整 这一二三四五六 第三张好了 第三张 可以吗 有听懂就是 新北市政府 他的那个大楼 然后点选 OK 现在 请我们动手做一下 请你现在动手做一下 您觉得 明度要怎么调 饱和度要怎么调 可以吗 自己去玩一下 我的目标 至少你要调整 比原本原本来的好一点 而且 只有十秒钟 只有十秒钟 第一张 一续讲 好,那我们现在 你也可以看着我来去做 而且你建议你就要跟着一起做 例如说影像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摄像饱和度 然后接下来在摄像这边 摄像,因为它本身 我就不希望它改很多的颜色 所以摄像先不动 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高 我们的饱和度 当我们提升饱和度的时候 这边颜色有感觉会有一点差别 好,看样子我们明度也要去调整 就是感觉起来就是这个比较暗 然后现在这边是不是就亮多了 所以我们要去动明度跟饱和度 让这个影像看起来它的一个 就是色彩是有差别 这感觉就比较暗 可是现在我们加了一个明度跟饱和度 是不是整体会有加分的一个效果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所做的事情 所以当假设我们今天 阴天去拍照的时候 可能就会拍出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种影像处软件来去做调整 然后点选OK 好了 那接下来我要继续讲 这个就是透过刚刚所讲解的范例 希望你们可以了解 如何去把这个影像稍微向上 稍微去做调整 就一样我就把它另传 保和度调整 好 那既然我们已经谈过了明度 色彩饱和度 好 我接下来想要再跟你们分享亮度跟对比 亮度跟对比 好 一样我们去另外再入一个影像 来麻烦请再入 我想把刚刚那个影像重新再入进来 刚刚那个影像重新再入进来 这是刚刚那个影像 我把它重新就是点选再入 然后把刚刚这一个影像 不是那个有加饱和度的 是自己原本提供的影像 好 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刚刚我们这样子调整 其实我觉得还不够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对比 亮度跟对比 好 首先首先 这个影像处理它就有一个好处 这边是修改前 这是修改后 举例来说我把亮度 各位应该知道 我现在亮度是要增加还是减少 这边你有没有觉得颜色偏暗 所以我要增加颜色 增加颜色是不是往右边增加 对往右边增加 那往左边就是减少了 所以我们可以往右边增加增加我们的亮度 那请问你增加到这边你会觉得哇太亮了 对吧 好 所以到底应该要增加多少 你可以去微调 怎么微调 从原本是这个地方 然后到最右边 你应该第一次在调整的时候 你应该先调整到一半 就如果说你对亮暗没有感觉 没关系 你就调到一半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你感觉太亮还是太暗 太亮 对不对 所以请问是不是要再往左边调 请调到这边100跟150的一半 所以就是125 理解吗 请问你觉得现在是太亮还是太暗 哎 居然没有人回答 那就是代表差不多了 对吧 对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觉得太亮 那你就要调到125到150之间的一半 37.5 可以了解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还有对比 对比 对比的做法可能比较不能像刚刚这种 就是有点就是二分法 好 那我们一样还是先调到一半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的调整之后 他就是把那个偏黑色的 他就会增加往偏黑色那个方向 然后偏亮色的 他就就是把色彩变成偏那个亮色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对比一加下去之后 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影像变更清晰 清楚 有看到好像好像刚刚这个地方 我没有去做这个对比的增加的时候 他好像戴了一个老花眼镜 看起来是有点糊糊的 可是现在有没有感觉清晰多了 可以哦 所以我觉得对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这个地方最重要应该是一个亮度要会去调整 还有对比要会去调整 那我们已经调到 例如说我调到2.12 你不要去背这个数字 而且你也不要想办法就调到2.12 而应该是说你要去感受一下 就是说我应该是要再调吗 要不要再调 就是要不要把它变更清晰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我觉得不够清晰 那我就再往右边调到这个地方 可是当你越变清晰的时候 黑色部分它会增加 白色部分也会增加 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 当你今天在做调整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好像感觉又偏暗色了一点 因为这整张影像它就是偏暗色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你看原本这个影像 左边这个影像 它就是偏暗 所以我觉得例如说 假设您觉得调整到这样更清晰 本来是在这样子 你调整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感觉更清晰了 可是清晰的代价就是 它可能 它可能那个斑跟纹路会更明显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明明是相同颜色 经过 比如说风吹日晒之后 你看颜色可能会落差这么大吗 不一定 对不对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变清晰化了 所以它的颜色就变成一格一格的马赛克 这种感觉 好 所以建议各位看你觉得要不要稍微再下降一点点 来去做一个调整 然后接下来你觉得调整好 这才比较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按照老师的一个标准来去做事 因为你到时候选择的照片不是我现在所提供的照片 对不对 确定 好 所以这一张经过对比调整之后 有没有感觉又比刚刚更清晰 如果有就代表说这个影像调整好了 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要另存咯 好 我们不要学太多 但是这些是很基本一定要会的 到时候APP的使用 你就只要选饱和度就好了 还有选对比 好了 请把这张影像 例如说取名 我刚刚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对比的调整 所以我就加对比 然后OK 我现在呢 我想要去再入财政部的一张照片 这个会更有感觉吗 对哦 好 所以我们来试着下载 网络上下载财政部的一张照片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先最小化 先最小化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点选 这个Chrome 因为它不能直接连到那个网络上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手动下载 让它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点选 点选什么 财政部 学长你们都是来自财政部 对不对 财政部 然后接下来请到财政部这边 有看到吗 有一个图片 请点图片 这都是财政部 来先下载一张 下载一张图片 不要这一张 这一张 本身不是那么清楚 下面一点点 应该还有更清楚的 看一下 这张我们感觉不是那么清楚 您看一下 各位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是做影像处理 对不对 那个 请你们还是要尊重 智慧财政权权 我的意思是说你下载财政部 财政部不会告你 可是你要是回家随便下载一个凤飞飞 他也不会告你了 但是他的家人可能会告你侵权 有听懂我一次后 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讲解一下 现在我们去下载 去下载这个影像 你不希望有任何争议 那我们就需要注意这件事情 首先我们这个财政部的图片 财政部的图片 这边右边有一个工具 工具 然后工具里面 这边有一个叫使用权限 这是我必须要特别告诉你的 就是说这个使用权限 12345有分五个 有分五个 那这五个是什么意思呢 不限使用权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使用 不是这个意思 这真的是英文上面翻译的错误 不限使用权的意思是 他没有去设定 我要不要允许你怎么使用 这叫不限使用权 这是英文翻成中文 就是我还没设定 这张照片假设是我的 我还没设定 有听懂吗 例如说我是不是把我的影片放在YouTube 我就会去设定说你要下载就下载 你要拿去做商业用途就拿去做商业用途 你高兴要去修改我的影片就去修改 我会设定我的权限 可以了解 可是就是有很多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设定影片的使用权 所以他就变成没有设定使用权 这个叫做没有设定使用权 不是不限使用权 从字面上你会觉得他就是不设不限使用权 对不对 他是叫没有设定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指引大陆人直接这样直接翻过来 我觉得很糟糕的一件事 你可以用下面这些 但是当你点到什么标示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这里面的图就少很多了 例如说你看我现在我点选标示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这个字面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刚刚那个很漂亮的财讯所 那个那个有点像卡通图 是不是就不见了 可以现在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你不要到时候被告侵权的时候说 老师说啥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不限使用权 不信你看这边还写了一个不限使用权 我认为他这边应该写成没有设定 没有设定使用权 就是他没有去设定 好那我建议你去下载这个标示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这是最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相对的他的图片就少了很多 可以吗 好 我至少看到这一张吧 我们就用这一张吧 这是4000乘3000有看到 4000乘3000 都没有正面的 好没关系 反正我们载入进来 我们再转一个方向就好了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这张照片 4000乘3000 所以点他 请你去找一张图片 请你去找一张图片 找到这张图片之后呢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把它另存图档 例如说我建议直接就放在自己的低磁列基底下 好不好 低磁列基底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有一个叫做 我是把它叫做数位行销素材制作的 Picture Picture 然后这个叫做财政部 好 传导 就是 其实我们下载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你有没有感觉 你有没有感觉 其实有感觉不是那么清楚 什么叫不是那么清楚 至少这个字有点模糊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我们把它转正之后 要把字还有这些画面变更清晰 那就是增加什么 对比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一套软体 这一套软体 我现在要叫财政部那张图片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载入 载入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就去找 在左边去找 我刚是放在Picture底下 这个财政部 那你一定会说 你一定会说我刚下载下来的它是什么 它是横的 它现在自动加90 就是它已经转正了 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iPhone 你不管怎么拍 它到时候只要开这个图的时候 它都会自动帮你转正 不管你有没有锁 不管你有没有锁你的镜头 那直的还是横的 它都会到时候在开启的时候都会帮你直接转正 那你一定会说 为什么这边不是减90 为什么不是减90 你知道它是怎么判断的吗 为什么在这边这个影像是加90 加就是往右边 加就是这个方向转成这个方向 对不对 减就是这个方向再往下面 请问一下 为什么它这边会自动判断是加90 而不是减90 你们谁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电脑自动判断 这种事情最好就交给电脑来去做 电脑都可以自动判断这件事了 那它怎么判断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这件事 影像通常会有一个规则 尤其是自然的影像 上面一定是天空 天空的特色一定是比较亮 同意吗 这样大概知道它是怎么转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其实我们以后不管你缺什么事情 它都会有那个道理存在 它真的都会有一个道理存在 我可以跟这个地方 我可以跟它有一个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真的里面会有一些道理 希望我是喜欢就是一直问 说为什么你要叫我去死背印记 我背不来 可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件事情 它为什么自动加90度 那我就要知道这个原因 你们理解 你以后只要是跟资讯 你只要跟电脑相关的都可以评问 都可以评问 好继续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点OK 点了OK之后呢 点了OK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影像变清晰一点 所以呢在这边影像 影像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亮度对比 亮度对比 然后接下来请把对比往右边调到一半 你有没有感觉这更加的那个立体了 那当然看你觉得那个亮度要 是要往上调还是往下调 当我今天我把那个对比 对比往上调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天空的颜色怎么样 因为天空的颜色它是亮色 亮色它就偏白色去了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能在饱和度那边也要动一下手脚 饱和度就是它有一点点蓝色 它就会把那个蓝色更加凸显出来嘛 对不对 好 然后点选亮度稍微调降一点 这个 否则的话你这个白色就会变得很亮 好 不过其实其实你也可以再搭配 我已经把它的那个变清晰了 是不是可以把影像的饱和度 就是摄像饱和度 再来去做调整 我先 我先还原 是不是应该先做那个饱和度 先做那个饱和度的意思 就是影像摄像摄像饱和度 然后先把饱和度增加到30 增加到30 50 OK 然后再去做影像底下的亮度对比的调整 对比增加 增加 那 我们再去调整一下这个先后顺序 然后只是我现在要告诉你说 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 我们是需要去做这个简单的基本的认识 去做你拍下来的那一瞬间 然后 回来我们一定要去做影像的调整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做好这件事情之后 我想再跟你们分享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影像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要去知道说它的一个结构 它的结构 这边是不是马路 马路占了不到五分之一 可是这个马路不是重点 所以我们很会把这个马路 这个地方切掉 有这种感觉吗 我们拍照 我们拍照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我们已经决定了这张照片的内容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做一些修改的 那怎么做修改 像例如说这个地方我就想要把这一块的裁掉 甚至你会留地还是留天 我觉得天会比较漂亮一点 所以我们会留那个天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你影像如何去做裁切 影像如何去做裁切 所以在影像这里面 它一定会有一个裁切的功能 然后选取裁切 或者是依照指定的尺寸裁切 或者依照指定的长宽笔裁切 所以点选 第一个好了 选取裁切 对不起 我们必须要先选到一个范围 例如说我从这个地方影像一刚开始 对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好吧 我们先这样选 从这个地方选到最上面 就是我用这个工具 我用这个工具 我用选取这个工具 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做裁切跟反向选取 好 那其实这是我想要留下来的区域 那剩下就是我不要 所以反向选取 就是我选到这个区域之外 然后裁切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裁切 那我先做清楚影像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我选到这个区域之后 反向选取 然后接下来去做清楚影像 他就把这个影像清掉 但是这边是不是还是留下空白 好 所以这是一种选取区域范围的裁切 但不是我们要的裁切 因为我想把这一块都删掉 好 所以我们先还原 接下来取消选取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假设当我今天做裁切 然后这边要按指定长宽笔裁切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这边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裁切的话 我真的直接把这个画布 不要的画布内容删掉 影像影像底下的裁切 然后按指定长宽笔裁切 按指定长宽笔的意思 你现在就是说我长度多少宽度多少 也就是说我假设我今天我留下来的区域范围 一定要受限于这个尺寸 这个比例 就是长度跟宽度都维持相同比例 那你可以去自己制定 举例来说 我希望这边是4比3 所以看到4比3的一个尺寸 那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例如说 那个 因为我这边我要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稍微去做修改 如果你不想修改 我想要恢复变成 例如说5x7的照片 5x7的照片 或者是那个800x600像素 800x600 这边都有好多种 非常多种 那你一定好奇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边为什么没有LINE的脸书 LINE的贴图的尺寸 因为这一套软体它在开发的时候 那个时候LINE还没有那么流行 但是已经有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找不到 你只能找到照片的尺寸 比如说3x5 4x6 这样子的尺寸 好了 那重点 假设我今天我用制定的方式 自己去设定 自己去设定 好 那你这边 我希望我挑选的范围 你这边就不能再去增加 所以你要增加这个范围 然后我高度要增加 我高度要增加 不是宽度要增加 所以我要把这个高度增加 高度增加 那例如说这边改成正方形好了 然后上下去调整 然后接下来调整好之后 我们就直接点OK 那我刚刚那些我不要的区域范围 就被我裁切掉了 可以吗 这就是我们影像的调整 所以刚刚有两个教学 一个是针对选取范围 针对选取范围 好 例如说我希望右边 右边这个选取范围 选到这个区域影像 然后清除影像 好通常我们会这样来去设计 这个是影像部分内容的选取 先还原 那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我要的区域影像 来去做直接裁切 裁切的话在这个地方 裁切 好 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再来我们再介绍一下那个 再介绍 介绍 好 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下修片的工具 修片 就是关于这个影像处理的部分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影像裁切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另存好了 这个应该叫做裁切 好 好 点选 OK 好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那个修片的工具 修片工具 好 修片工具 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去除黑斑 疤痕 所以我们先把一张照片载入进来 请找 请点选 载入 请点选 载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找 呃 我应该是放在 Picture Sample 对不起 应该是Sample Sample里面的四支二 四支二 然后点选OK 好 我先请你们 我先请你们先 观看影片 观看影像的时候 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 各位应该都有听过焦距 对焦 对焦 现在这个照片 就是它是拿 它是拿什么来去拍的 它应该是拿 例如说单眼相机来去拍 你看一下哦 这个地方是很清楚的 这边有没有看到是相对模糊的 这这么短的距离 它可以做到 就是说从清晰到不清晰 我们手机做得到做不到 如果你买iPhone 11 可能它做得到 因为它有三个镜头 对吧 那我们如果拿单眼相机 应该也做得到这件事 请问一下你们会不会去看那个相片 或者是你今天如果有机会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到那个美国去看那个新闻服务馆 它有历届什么普利兹得奖的作品 你就去看一下 他们大量都在应用 例如说这边 他把焦距放在这个人身上 那后面的影像 人到这个墙壁 是有一段距离 后面的影像 它就会变模糊 希望说你们以后 就是你想办法 看能不能拍出这样子的作品 好这只是一个 就是好一点照片的很基本的要求 以前我们会用数位相机来去教 如何做到这件事 因为那个数位相机 回想一下 以前你们的数位相机 它前面镜头 是不是可以往前 然后再拉回 我们就是透过往前跟拉回 产生的一个差距 然后按下快门 好这提供根本参考了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现在要介绍这个修片工具 修片工具 修片工具这里面 我们先不讲那个红眼 我们讲比较好玩的 就是去除黑斑 八痕 各位应该知道 什么叫黑斑跟八痕 那个以前我们在教这一段的时候 还要告诉男生说 什么叫黑斑 什么叫八痕 所以现在我们斑 因为女生比较多 应该大家都懂 什么地方是要清的 好请点这个工具 修片里面修片里面 修片里面这个 这个第一个 红眼工具 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请点去除黑斑八痕 接下来这边 你不要这样就直接点 你不要这样就直接点 好我先还原 好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去除杂点设定 你要先设定好 例如说小范围的黑斑 还是大范围的八痕 所以比较 比较看得出来的是大范围 好比如说我现在 我在这个这个地方 顶一下 顶一下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有一个 叫做开始处理 有看到吗 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好然后 然后做完之后 清除遮照 就是他会把这一块的颜色 去去平均 好 那我现在先还原 好我们先讲这个 去杂点设定 去杂点设定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大小 大小 请问这个32 你不会有感觉 但是你现在把32 有看到一个圈圈吗 他放在这个地方 请问32 有没有比这个黑点大 有对不对 所以建议应该 假设我要去除这个黑点 我就要把这个大小 稍微变大还是变小 变小 好 例如说变成20 然后你现在游标去看一下 这边 这边有看到吗 他是不是就变小了 然后接下来 我刚不小心点了一下 接下来当我今天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 这个黑点 当你今天 当你今天呢 不要这个黑点 你就点它 他是不是就把那个黑点颜色 去那一个地方好像晕开 就是把那颜色 和在一起 就去平均颜色呈现 这就是他的 这就是他的一个重点 可以了解 然后接下来看你 看你要不要设这个绒边跟折兆 好 那例如说这个地方我也可以点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点我也可以点 然后相对你去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个黑点 黑点就慢慢就会被点掉 因为他就是做那个颜色 因为他就是做那个颜色平均 平均的呈现 所以相对的 你现在再去点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那个纹路啊 比买SK2啊 比他那个什么 欧雷用喝的可能都还蛮有效的 这些纹路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就轻掉了 可以吗 那变成说你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你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去做 可以吗 这个大小的调整 这个小范围的黑斑 可以用这种方赛去做 接下来 接下来你也玩一下这个大范围的巴痕 这大范围 大范围 那我就要点 点到大范围 然后点它 点它 然后开始处理 开始处理 至少这个地方的颜色 刚刚那黑色 感觉就会被整个拿掉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好 很大很大的那个范围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然后开始处理 然后开始处理 那你会说 这样子的颜色 比刚刚那个整块黑色 那我会觉得说 现在这样子一个颜色呈现 会比刚刚来的好 刚刚是讲这个样子 然后当我点 那我点准备 开始处理 还是你怎么样 控制 控制什么 我去 帮你站 对 能点 能点下面 能点下面 就这样 比如说 我们有不同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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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后就这样 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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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你今天要修这张照片 你这样永远你看 其实它已经跟你这边 已经产生了一些差别 那你会说 要修到什么时候 SK2要插到什么时候 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一边是数位 这就是我现在要教你的数位 如果你用Photoshop 它可以做得更精致 我只能这样讲 可是毕竟 毕竟这个 软体 它是 它是比较便宜的软体 而且 不对 它根本就不用钱 然后档案很小 所以它其实 就是 很多人要去做那个 小修改 好 通常我们就会直接在这套软体 那里去做一下 他就不会想说 去拿Photoshop来做 好 好 所以 就麻烦请你们 就是花一点时间来去做一做 你就会发现说 它可以去把一些小的疤痕给清掉 好了 这是 对 这五文也可以 好 就是 相同的这一个工具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 做完之后 请你把这个档案 储存起来 好不好 因为我们要去做比较了 修改前跟修改后 就是那个使用前 使用后的一个比较嘛 所以我们来去看 档案底下 档案底下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有一个叫做什么 那个另存影像 我就直接把它取名 取名 叫做去除黑斑 然后点选OK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这样子 你们觉得 因为 财政部不是 一天到晚都是跟 数字为伍 对不对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影像处理 你觉得这样的影像处理好不好玩 还不错 对不对 如果说在 就是时间允许的范围 偶尔来去做一下这个影像 我觉得还不错 好 就提供你们来参考一下 那我们继续来讲那个 去除红眼 去除 对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这两张照片 比较一下这两张照片 你看一下 首先 首先 我们 我的图片是放在低齿叠基 低齿叠基底下 是不是 放在这个 数位行销素材制作 然后 我是放在 Sample Sample 这边有两张 这边有两张 这一张 原本这一张 下一张 可以吗 可以知道我现在 我现在请你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我只花一点时间来去修 来去修 这是请你们可能要稍微知道的 这张是修改前 这张是修改后 好 有没有感觉就是修改前跟修改后 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到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请你使用那个什么修改前修改后 我们尽可能直接请你拍照的时候 我们就用无他直接来拍照 然后就直接他把美容加美容打开 你拍出来的结果就是年轻十岁 知道吗 有听过无他吗 无他相机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样我们就节省了一些什么 选取素材 选取素材 好了 那 我们刚刚介绍过那个 介绍过 就是去除黑斑 就是去除黑斑